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三百九十九回 却说李功德正与女儿李福珍在屋内推心致富之时 老管是合唱一脸愤懑的站在门外 敲了敲房门 等李功德转过头 说道 老爷 有个门撞在上自称是老爷晚生的家伙 死活要见上老爷一面 一出手就给小的二十两黄金 把小的吓了一跳 若是往常 这金子也就给老爷赚了 可今天哪轮得到他来烦老爷 一个没有功名 没有家事 就只剩下钱的读书人 也配在咱们李府显摆 真是不知好歹 今儿可是连六品官都说不上话的 李功德挥了挥手 合唱也就转身离去 然后悠了一声 他惊醒道 对了老爷 那三十来岁的后生 说他叫许魂 是咱们灵州丹阳郡的 还信誓旦旦 没羞没臊的说 只要说了这个 老爷就一定会见他 李功德正在心不在焉的低头喝茶 文言手指一颤 老管是合唱 本准备把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后生驱赶出府 不成想侵略使大人抬起头 心平气和的说道 领到这儿来 老管是呕了一声不敢多言 拔腿转身 又听到李功德轻声道 灵州将军府还空着 合唱点点头 空着 那位灵州将军还没回呢 李功德点点头 等忠心耿耿的老管事离开后 把茶杯放在桌上 站起身 对李富珍打趣笑道 爹还要招呼客人 你不是总嫌弃爹 狗眼看人低 瞧不起那些韩室出身的郭福峰吗 带他去见一见你娘 女儿打了不中流啊 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当忍痛 把你这盆水泼出去了 哥在往常啊 李富珍肯定要欣喜流于表面 此时凭借直觉 他小声问道 爹 那个叫许魂的丹阳军客人 李功德淡然一笑 一位故人的子弟不得不见 李富珍将信将疑 忧心忡忡的离开屋子 老管事快步将那怎么看都不像是贵人的许魂 带了进来 已经坐回椅子的经略使大人 眯起眼 仔细瞧了瞧 犹豫了一下 双指按住杯盖 摇了摇已经微凉的茶水 老管事拾去的走开 相貌平常的许魂轻轻踩入屋子 自作主张的关上门 他微笑道 许魂谢过誓说 李功德从头到尾都没说话 低头喝茶 内心却早已激荡不安 这个许魂对整个灵州来说十分陌生 恐怕呀 没有几个人能认得出 就算是见过一面的呀 也不会有人记得住 可李功德跟一般人不一样 当初啊 北梁设立金吕制造局 位于丹阳军 按照朝廷初衷 金吕制造局李希峰 本该向京城御书房 事无巨细 按时密奏北梁境内的军情励志 钱粮餐盒以及世子举荐盒 民风民俗等等一切的动态 可李希峰大概是既人篱下 又知道这徐霄不好惹 一直无所事事 硬生生把一个权柄显赫的制造局 变成了一个门可罗雀的清水衙门 不过是逢年过节 象征性的拜见过李功德 严杰西这些地方大佬 李希峰经常游历北梁山川 也从不故意藏着掖着 有一次就跟当时还是 丰州次都的李功德偶然相逢 当时李希峰就无缘无故 让一位马夫露面 还有意无意点名 接受说是他远房亲戚家的后生 叫做许魂 李功德沉默许久 终于抬起头 与许魂对视了一眼 此人把一样东西递给了 经略史大人 是首府张巨鹿的亲笔 门下省桓温也有敷衍 许魂见李功德没有接手的迹象 笑了笑 小心翼翼的放在桌上 平静的说 经略史大人 若信不过密信 不计 大可以找方法印证字迹和印章 若信不过金吕制造李希峰 可以拿下许魂送往隔壁灵州将军府 若信不过许魂 可以押送金吕制造局再转送给楚禄山 若是信不过朝廷 侵略史大人可以先看过密信 再做定夺 李功德抱一冷笑 许魂泰然处置 一盏茶冷热的功夫 李功德撇了一眼书朱 他淡然的问道 为何密信有两封啊 里头又写了什么 许魂微微一笑 许魂就是一个送信的 就是死也不会知晓信里头写了什么 李希峰从头到尾也没碰过密信 至于为何有两封密信 既然侵略史大人问起了 说明有诚意 那么许魂就得死了 李功德微微一皱眉 此话怎讲啊 许魂平静的说 许魂此行 躲过了所有灵州碟子 这一点请大人放心 不妨实话告诉大人 青州陆家被袭 北梁有损死伤惨重 赵沟更是如此 其实主要不在于阻拦陆家傅梁 为的就是吸引灵州视线 好让许魂此行万无一失 但是这还不够 朝廷让我在大人你有意收信密信之后 才诉说为何密信有二 一封是真 一封是假 朱虹尼封 颜色偏重为真 偏轻为假 那封假信 是用作经略史大人 送往北梁世子之手 当然除了一封密信 不足以让大人细清嫌疑 所以许魂要死 金旅制造李熙峰也要死 甚至整座金旅制造局 从今往后就不复存在 但是李熙峰说过 一座制造局 让朝廷多一位庙堂动量 同时让北梁少一位金律史 值得 许魂从嘴里边吐出一颗 用作临时自尽的剧毒药丸 剥开之后露出一小团纸 破碎药丸藏入袖口 看过了纸上锁写内容 把纸团塞进嘴里 吞下腹中 面无表情的说道 后天 李公德没有说话 许魂解释道 北梁世子后天到达灵州 许魂今日悄然离开 后天再来 金略史大人到时候绑送许魂 前去灵州将军府 许魂死后 金旅制造局会有一批残留死士 以及一批精锐赵沟 带着金略史大人离开北梁 但是最多只能带十八人 为了顺利离去 李大人还得配合我们 先舍去灵州刺史的官职 然后在灵州再待上至少半年 这段时日多出门散心 松懈北梁碟子的监视 赵沟具体什么时候事宜出手 届时自然会有人告知李大人 李公德冷笑了一声 似乎朝廷不小心忘了我儿子李汉林 许魂笑道 李公子已经得了军令 前往南朝秘密行事 会先在孤塞州停留 然后沿着优良北县边境 一路东行进入冀州 最终在京城与李大人会合 李公德闭上眼睛 杯盖轻轻敲着茶杯的边缘 他略带自嘲道 上回延杰西 不过才带出去十六人 朝廷倒是对本官在意的很啊 许魂沉默不语 李公德一笑 让本官算一算 如今我李公德 已经是正二品封疆大力 再往上走 往北梁那是不用想了 不过在京城那边也没有几个位置 其中六部尚书 除了最近才提拔半品的历部尚书 其他呀拿不出手 想必假的密信上 撑死了应该是个历部尚书 说不定还会更小家子进 什么户部尚书啊 刑部尚书 不过本官倒是好奇 在拆信之前那封真信上头 到底是什么赏赐 张巨路执掌尚书省不能还 桓温才升上门下省也不会变 那就只剩下中书省 除了入主此地 看来本官还能多个内阁大学士的清闲 李公德这辈子官隐不小 可还真没想过有一天能当上 跟碧尔孙希记这些大人物 并驾崎岖的高位啊 许魂不该说话的时候始终一言不发 李公德笑问道 你就不怕 本官现在就把你连人带信 送给世子殿下 许魂淡然道 都是死许魂早死两天 又何妨 李公德死死地盯着他的脸看了片刻 点了点头 谢过李大人 让许魂死得其所 许魂深深作了疑 轻轻开门关门 悄然离开这座侵略使府邸 李公德站起身 走到桌子旁边 伸出一只手 烫手一般又迅速缩了回去 然后又缓缓的伸手 只是始终停在两封密信上方寸几尺 脸色毁暗不明 正月初二 梁陵两周接壤处 横竖两条异路交叉口子上 一只插有标旗的马车队伍 折入南北纵向的宽敞翼岛 跟在两辆马车的屁股后边 赶标凶险南侧 只要有相对安盛的官道异路走 都要快马加鞭 用作弥补山路河路上 小心翼走标拖延下的功夫 这只打着金门标局旗号的马队排成不小 标头标夫加在一起 三十几号标型汉子 以轻壮居多 标队越过前边两辆马车的时候 一辆车子突然掀起车帘 探出一颗头发灰白的脑袋 对一名标师笑道 壮士 还记得我吗 上回入秋那会儿 咱们一起在路边酒寺喝过绿衣酒啊 这位标师惊讶之后 放缓马速凑近了那辆马车几分 满脸喜气点头大声道 记得怎么不记得 公子写的一首好字 令尊更是仗义的很 白请了我们兄弟几人 两大坛子绿衣酒和五斤牛肉 怎么公子也往灵州走啊 徐凤年笑道 可不是吗 如今在灵州州城里混饭吃了 才在家过了个年呢 就得往那边跑 就是劳碌命 如果在下没记错 前头几里路有家铺子 酒肉都地道 价格也公道 要是顺路又不耽误你们走标 一起吃一顿 也热闹些 还是我请客 从辽东那边跑来北梁找生意的标师 当下就有些为难 他们兄弟三人 当初被那条姓袁的疯狗逼得走投无路 租门上下百余口就只剩下他们三个 那疯狗又有个在黎阳朝廷堪称全是滔天的老丈人 想来想去 觉着也就只有北梁管不着 不过如今虽说仗着一身武艺 好不容易啊 有了吃铁饭碗 可毕竟是寄人篱下 他不过是个心入标局的标师 还得处处看老标头的脸色 一时间呢 就有些左右为难 好在那在亲门标局里颇有威严的老标头 火眼金睛 对两辆马车仔细的打量了片刻 浪声笑道 既然这位公子跟咱们斗兄弟是旧时 那就算是咱们亲门标局的朋友 前面那家铺子我知晓 本就是标局下一个落脚点 等会儿可不敢让公子破费 有咱们出钱买酒便是 这点钱亲门标局再穷也得掏 徐凤年没有拒绝 不用他发话 担当马夫的徐衍兵已经编马快行 这个细节呀 让老标头都暗自嘖嘖称奇 不成想不光是这位家世应该不俗的公子哥 瞧着挺体面 连隋家护从都是个明白人 两拨人同时到了那家对标局而言 很干净的熟悉铺子 掌柜的早就熟人这些回头客的饮食习惯 根本不用多说 就吩咐店伙计 腿脚利索的赶紧上菜上酒 肉多饭多酒少 走标不许酗酒 是这一行铁打的老规矩 往往只有标队里一两位德高望重 又好酒的老资历 才能小拙几口 徐衍兵和洪淑文都直截了当 干脆没上桌 忽掩观音 也不饿 加上同乘一辆马车的女子下了车 他就更不愿意离开暖洋洋的车厢 于是那张有酒的主桌 就坐了徐凤年 徐北志 跟裴南伟 他跟徐凤年并肩而坐 还有此次走标带队的老标头 暴风收 以及本该没资格坐在这张桌子上的 辽东人士 豆粮 裴南伟 披有白胡扫血的昂贵球子 戴了一顶胡皮帽子 原本这副装束 肌肤烧黑的女子就要被衬托的黑炭一般 可她如此穿戴 反倒有一番肌肤圣血的景致韵味 走南闯北大半辈子的老标头 仍是费了老大的劲才收回了视线 心想这辈子就她娘的没见过这般美艳的女子 这顿饭前不冤枉 负责端菜送酒的年轻伙计 差点把酒坛子打翻在地上 仗红了脸 善善然一步三回头 被气不过的掌柜的一脚踢得嗷嗷直叫 徐凤年一如既往跟外人自称徐奇 跟豆粮和暴风收一番浅淡交谈 大致知道了豆粮的近况和金门标局的规模 豆粮性格直爽 只是脸皮脚薄 没有跟这位徐公子如何的客套寒暄 暴风收初次见面 就很熟门熟路的拉起了关系 口口声声到了灵州州城的金门标局 他一定要亲往徐公子府上拜年 尤其是听说徐奇家住杏子街后 这位老江湖的眼神炙热了太多 要知道杏子街可是住着精略史大人 跟一大批的灵州权贵 最近更是多了一位姓徐的灵州将军 虽说杏子街很长 也有不当官的 可既然能住在那条街上 哪怕手里头没权 那也是灵州最有钱的一村人呢 用行话说 金门标局一直走的是那麻雀标 也就是肉少没油水的小标 大的标局呀 走的那是母猪标 一趟标就赚得拿钱拿到手软 要是能攀上杏子街的贵人 再口口相传多摊上几趟 金门标局借着东风一举打响旗号 就算真正的发达了 否则谁乐意在走标路上过年呢 徐凤年有五六次主动敬酒 不过大多都是跟豆粮碰完 这让豆粮这位琉璃失所的丧家之犬 感觉到一股无言的暖意 只是他不善言辞 就不顾啊 是不是事后要被标头阴阳怪气 刺上几句 碗碗绿意 滴酒不胜 酒足饭饱 徐凤年笑道 我祖上啊也是辽东 就在锦州 跟豆兄弟勉强算是他乡欲固之 多难得呀 回到了凌州城 徐骑肯定先去金门标局拜念 其余两位大哥也好见一见 今天呢 没何痛快 先说着 到时候咱们不醉不归 暴风收笑呵呵倒 徐公子那边也得登门拜会 金门标局万万不能失礼 传出去配人笑话 徐凤年哪不知道 这老标头的小算盘啊 是生怕他徐骑是吹牛皮 不打草稿的小户人家 得亲眼看一眼釜底 才能安心 他也不揭穿 点头笑道 没问题啊 以后如果有物件要走标 既然有豆兄弟在你们标局 那以后啊 就专门劳烦你们金门标局了 标局还得赶路 双方抱拳告别 暴风收跟掌柜结账时 窃窃私语多给了几块碎银子 显然是知道徐公子还要加菜加酒 标局这边一并啊先行得付了 徐凤年坐回长凳 只是多要了一壶温热韵铁的绿衣酒 给徐北志和裴南伟都倒了小半碗 徐北志轻声笑道 豆粮这趟标走完 薪水怎么都得往上翻一翻了 徐凤年不置可否转移话题说 陈亮西既要掩铁整治 又要全权处理曹云事宜 一个是跟地方豪身较劲 一个是跟金官扯皮 地头蛇过江龙都惹上了 你觉得他行不行啊 徐北志大人道 不知 徐凤年撇了撇嘴继续问道 你都要是灵州刺史了 陈亮西还没有实打实的一官半职 你说他心里边有没有疙瘩 徐北志只是喝酒 徐凤年嘖嘖道 我本以为你们这么聪明的两个人 可以不用文人相亲 没想到还是逃不出这个怪圈 徐北志一斜眼 你懂个屁 徐凤年无赖道 哎 小心我真给你放个屁啊 徐北志擦了擦嘴角的九字 等我当成了刺史 你趁早从灵州滚出去 我眼不见为晋 徐凤年自顾自骂骂咧咧 却也无可奈何 陪南伟就有些纳闷了 这世上还有人能一物降一物了 身边的这位北梁世子 最良好苦 早此奔马虎 多少天因果苦 古门离路 过于旧一户 帝王江山寄宝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